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到今晚的一級賽馬方程式 國際賽過後相信大家看排位表都見到 八場賽事全部都是三、四、五班那些低班馬去割續 沒辦法,因為剛剛星期日說最低班都是第四班 只有一場,其餘很多都是一級賽、二班、三班 水準都相當高 在此再次恭喜我們香港的代表 雖然我們香港的騎士在四場沒有機會割續 但我們的香港練馬師都相當爭氣 贏了四場國際一級賽當中 羅富泉來到香港的第二季重練 已經贏了兩場香港短途錦標和香港杯 我想對他來說都是意義相當重大 但其實對我們的馬圈來說 亦都是更加百花齊放 因為過往大家都有迫課 蔡若翰、大摩、高東尼、方家柏 我當方家柏的高班馬比較少 但經常大賽都是這三位練馬師 可以說是壟斷 突然加入了一個新的元素羅富泉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變成另外一邊天 另外也衷心希望 將來有更多不同的華籍列馬師和騎士 可以踏上一級賽的頒獎台 說回剛剛星期日都有一些馬在重化跑 不如看看他們的成績 看看福圖 當日因為跑大賽的關係 重化兵團相對比較少 不過也有隻馬贏得到 就是帝豪福星 沈澤成貴為重化的冠軍練馬師 當之無愧 一出閘 放在前面走 彈得四個馬威贏馬 水準都相當之厲害 不算他只有可愛寶可以後上跑第二 其實表現相當出色 只是輸少少給一隻好馬 我自己強調 我覺得這隻馬四班比三班好 竟然在三班都拼命 不如看看星期三晚有什麼重化的軍團出賽 去到另外一幅圖 第一場是跑馬底 因為低班比較多 頭場四號駕迅 去到重化十二日 你看看他今季跑落基本上都沒有什麼form 我猜他因應的檔位 因為這次排四檔關係 或者可以放在前面走也不出奇 但是今季整體的狀態都不是銳 第二場有隻和道駛 去到重化六日 那隻馬都逐少進步 近這兩場一場第三 一場第四 第四那場都是流後擲個大彎 因為排過十二檔的關係 但是追不及跑了第四名回來 不過今次很不幸運 又整個十二檔去探 真是難搞 但是這隻馬都有實力在這裏可以爭 初出的天賜王去到重化七十日 你看看健康紀錄 四月三十日右前腳不良瑜行 然後六月七日左前腳腳痛 所以來到現在才初出 試了兩貨集 其實這隻馬都不是那麼起勁 亦是有些樹美的習慣 十一日神火金剛去到重化十日 這隻狗頭仔真是 你看那些神粗片 我覺得這隻馬都是沒有來神器 美得治 第三場 十一號的很慷慨 這隻馬都很久沒有出過賽 去了重化一百四十七日 即是成為香港馬去重化 唯一 不要說唯一 第一隻去那麼久的馬 他十個月沒有跑了 試過草集也沒有特別大的走勢 第四場有趣一點 那隻麒麗斷金六號馬 都是葉祖航馬房的 他分開了兩次去重化 加上去了六十二日 那你見他試過那些雜 又伸頸 一有馬拍過去 他就亂了龍 都還是有些驚驚青青的感覺 未得治的 接著第六場 赤水神驅 這隻馬今季都吃出彩了 打搭贏了兩場 上場想著 王進門 田太安 行不行 雙重加磅 都贏 大佬贏到沒有打邊 好像今季很開竅 然後到尾場 四號的琴森星 之前就右前腳不能迂行 發現右前腳基建膨脹 他曾經十月頭到十月中 停貨停了十七天 其實有些功夫都完善了 試貨集都是比較輕鬆 我覺得這隻馬都有機會可以增勝 歡喜心贏了 但是上一場 你看看排些檔位 守些位都是靚得震 這次排回外檔 對他來說 說多說少也有些影響 好可以回來 這次我的馬膽來自第二場 這場是四班千二米 我自己喜歡的那隻春瑩 因為你看看他今季 上季贏了兩場 現在已經減去他的贏馬水平 除此之外 今季其實拋了四場 表面上好像沒有了道 但是細心看一下 其實那四場 一場排七檔 三場排十檔 基本上的檔位不是很遷就 如果大家對他有印象 上季贏馬都是跟前 守好位 省省省省省 就會跑得特別好 他靠後追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追得到 上一場也有少許意外 你看看他上一場怎麼跑 去一下我的電腦 這裏是入直路的 入到直路 現在紅色沒有 有一顆星的就是春瑩 前面有一隻烈狐章 這隻粉紅眼罩 還有外面 勁非勁 因為這裏曾經 那個位置打開了 就拿回這個位置 誰不知一份三文治吃下去 就沒有位置了 又要再繞出去追 剛才我跟大家說過 這隻馬靠軍速吃壺的 樓後追已經不是他杯茶 還要這裏塞一塞 那沒辦法了 那裏塞一塞都拿他的命 當然你說他不塞的有沒有機會入位 看到勢都沒有 但是我猜他和中華一號 可能跑到六七名之間 都會近的 可以回來 今次不同了 檔位好了 排二檔 預計他可以守在前領馬 四五位二碟的三位 用回國能 剛才那條片 國能是騎直青幅 沒有騎距 今次用回爺馬拍檔 我覺得所有的條件 都是傾向好的 那就選擇馬膽 好了 同覆我今次的推介 就是第二場 這隻十號馬春瑩 就是我全日馬膽 今次的時間分享差不多 我們星期五再見 拜拜